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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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 中国支付网站上面一篇反战文章引发热议 文章列出中共武功台湾将会面临的三大技术难点 认为如果开战 中共很难会取胜 分析指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现实 攻台对老百姓对国家都没有好处 反战情绪不断高涨 文章指出 中共攻台第一个难点就是抢滩登陆作战 这个是军事作战当中一个重要课题 尤其是现在在现代化 信息化的作战当中 至今都没有成功的例子 几十年来 台军一直为反登陆作战运筹为厄 他们在海岸线部署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还可以出动战机对陆军登陆艦队进行导弹袭击 而共军很难完全清理台军的防御目标 而且如果中共运载重武器的船只被击沉 即使登陆部队成功上岸 也都不会坚持到多久 第二个难题是航战 长滩登陆作战之后就是航战 这个对于共军来说更加艰难 一方面美军近日已经派出了200多位的现役军人进驻台湾 培训台军的作战技巧就包括航战 等一方面台军有大量的反弹坦克导弹以及火箭筒 还装备有大量的健康式单兵防空导弹系统 这些对共军来说都是极具挑战的难题 第三是保证后勤补给线安全的问题 登陆作战需要补给物资 包括武器弹药、粮食药物等等 控中运输和海地运输是主要的途径 然而控中运输成本太高 更容易被台军的防空导弹拦截 而海地运输虽然相对安全 运输量大 但这个需要共军投入大量的守卫兵力 而且在城市、山地等的特殊作战上 运输线仍然存在安全漏洞 因此这个都是共军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外界认为中国国内不断出现反战言论 这个表明民间都感受到台海局势的紧张 当然这个都不排除有共军特意放风 给武统论降温的可能性 护克兰近期收复不少领土 扭转劣势 俄罗斯方面就战选年年 近日更有消息传出 有一位俄军少将阵亡 俄军还频频传出士兵叛徒的消息 被指军队士气低落 据护克兰方面的消息 曾任俄国海外第201军事基地的指挥官 现任第35诸兵总合成集团军参谋长哥利亚乔夫少将 12号在习波罗尔方向 被一枚乌克兰导弹击中阵亡 如果情报属实 哥利亚乔夫将会是俄军至侵乎以来第9位阵亡的将军 目前外国防部还未对这个消息作出回应 另外据乌克兰真理部报导 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克拉斯内利谷区 被招募参军的俄罗斯囚犯 是解决了三位俄军独战队的士兵之后逃亡 他们劫持了一架再有武器的卡车 目前俄罗斯军方正在搜捕这批逃兵 据悉乌克兰大反攻之后 已经接电收复了七个村庄 地点集中在习波罗热和顿涅茨克的交界 今次立下大功的是乌军第35海军独战队 俄军被他们逼到直接跪地投降 在南巴赫木特 也有大批俄军直接欺骗逃亡 网传一段俄乌军队在顿涅茨在交界的影片显示 乌军的三辆海马车抵达俄军阵地之后 开始对战徒当中的俄军发动猛烈攻击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寡不敌众的俄军最终落败 行传的俄军试图由战豪后方脱离战场 被乌军步兵小队拆角 最终俄军成员纷纷被乌军删擒 近日天津河东区有两个小区同事发生爆炸 事发之QK拿人怀疑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据悉 6月13日夜晚8点 天津河东区远翠中里13号楼 五门301室 凤旗里6号楼二门603室发生爆炸 造成三人丧命 多人受伤 附近居民表示当时听到两声巨响 闻到了烧焦的味道 官方报道显示 是嫌疑人马某某在大概5分钟的时间内 分别在两个小区的两栋楼房里面 用焰化爆竹引发了燃气爆炸 但是就无法解释他是怎样做到的 因为两个小区相隔2公里 官方都没有说明嫌疑犯的作案动机和细节 据知情网友透露 实问话天津河东区一个小区发生爆炸 其实不是一个小区 是两个小区在同一时间段发生爆炸 14区比起9区严重 两个小区是一个大斜角 事件不可能是我们想得这么简单 如果是燃气的问题 为什么两个小区同时会爆 这样就太巧合了吧 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 爆炸现场整栋楼的窗口几乎都被炸烂 炸碎的物品散落一地 现场一片狼藉 有网友表示天津爆炸已经不是第一次 去年7月19日 天津市北辰区 宽南尼小区就发生过连环爆炸事故 一栋6层建筑被损毁 根据英国的亨利资讯公司 发布的最新亨利私人财富 迁移报告显示 由于中国经济复苏迟缓 而且政府不断加紧政治贤制 中国的百万富翁2023年将会持续外流 数量为所有国家之序 报告指出 中国预计今年将会有1.35万高正值人士外流 日经新闻报道说 尽管中国估计有82.300万的百万富翁 但是报告当中提到的现实问题 都将会令数以千万计的美元由中国消失 这样会令中国的经济进一步恶化 研究人员表示 过去几年 中国的一般财富增长一直在减缓 这个意味着 近期的财富爱流 可能比起以往更具有破坏性 报道还表示 香港预计今年会有1000位百万富翁向外移民 这个将会严重影响港府吸引富人的努力 也都将会对香港的经济产生很大的震动 据悉 中共近期对私人企业展开整肃 进行了一系列的搜查 包括对一些咨询公司 同时 政府加紧了对科技和金融行业的控制 今年2月 中国明星投资人 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 爆发神秘消失之后引发恐慌 该公司很久之后才透露 爆发目前正配合中国有关机关调查 而公司将会认要求配合调查 另外 自中共政府新疫情爆发之后 实验严厉的清零防疫风控以来 新加坡已经成为中国财富流向的热点国家 2022年 有大概1.088万富翁移民新加坡 财富的大量流入 造成了这个城市国家房价和其他生活费用的飙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多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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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